她好小 好可爱 开门去 我去看看 叔叔 叔叔 爸 叔叔 爸 你冷静一点 爸 别打了 爸 听我说 别打了 你听我说 你别打了 说什么说 孩子都生出来了 有什么好说的 爸妈养了你二十多年 还不如她给你 灌一碗冥魂汤是吧 要不是你明珠阿姨 我们现在还蒙在鼓里 你心吓得 你真有本事啊 没事 昏眉节孩子都生出来了 那我们长辈到喉爽是吧 你别要以为生米煮成熟饭 我们拿你没办法 你过来 爸 过来给我说清楚 叔叔 你看看你外孙儿的犯伤 你原谅他吧 叔叔 对不起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做法 的确有欠考量 但我发誓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韩清 也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我一定会用我的双手 给您的女儿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给她一个幸福的生活的 真是会说啊 不愧是广告部的 对你来说 娶了我女儿 是不是等于拉了个广告 说得天花乱坠 你能兑现多少 叔叔 我的家庭 的确不能给我很多的支持 但人是不能选择出生的 不是吗 别 别跟我较惨啊 我没有嫌弃你的出生 我生气的是 你只顾自己的前途 没有顾及我女儿的前途 说好了毕业以后 回到广州工作 韩清连工作都找好了 省电视台当编辑 多好的起点啊 你偏要她留在江州 做什么档案室管理员 我女儿在大学 拿的是双学位啊 就为了你 说白度了 叔叔 留在江州 是因为我在江州 找到了工作 而且收入很不错啊 主要是 我们想待在一起 不想要异地恋 你说你啊 韩清 你有没有脑子 什么都听她的 要这孩子是你资源的吗 怀孕十个月 都不跟我们说一声 这叫未婚生子 你懂吗 那将来怎么上户口 叔叔 叫爸 爸 我跟韩清 已经拿了结婚证了 什么 结婚这么大的事 都不告诉我们一声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装备 爸 婚姻自由是由宪法规定的 结婚是我跟韩清 你 我们共同商量的 你闭嘴 小声点 爸 我 我们不要在这边 正查好不好 影响别的病人休息 我们到外面去说 没事 既然你愿意补偿 事与至此 我也没什么说的了 我们韩家五代单传 这一代就这一个女儿 就让你儿子随妈姓 替我们韩家接替相伙 这 这怎么行呢 爸 我家也是三代单传 孩子的名字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姓相 叫夏征 小名叫多多 既然你们喜欢叫征 那就叫韩征啊 爸 不要叫我爸 我现在还没答应你这门亲事 我 爸 但这件事情 怎么也让我跟韩清 商量商量吧 爸 我告诉你 如果这孩子不信韩 你们永远别叫我爸 我彻底和你们断绝关系 爸 在家里住一宿再走吧 松手 我跟你说 爸 我就在江州待一天 地方都定好了 明天就走 你们考虑清楚来找我 爸 我是真欣欣我下风的 我求您成全我们 我求您了 你知道吗 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 注定不会长久 这个事情 夏丰做得太不地道 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 他就偷偷娶了你 还生了孩子 这不是一个负责的男人 做出来的事 那他也想当当真正啊 可是你们 你们答应吗 一个男人如果真正爱你 他就应该明媒正娶 光明正大的来娶你 他连救我们的勇气都没有 那你还指望他将来 为你付出什么 他究竟为你做过什么 你懂吗 阿卿 十乱终情 你懂吗 松手 爸 别难过了 没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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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有